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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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国都怕肠道苦头 台北股市暴跌 投资人看到指数狂蟹都吓傻了 分析师预测除非美股出现反弹 否则9月之前台股难拖整理格局 果然今天台股早盘小红开出 指数震荡后由红翻黑 中场8400点关卡失手 指数算在8317.27点 大跌139.59点 世上投资人的心情 起起伏伏已经好几天了 从8月4号往前推 整整七天当中只有两天稍有反弹 但是力道显然不足 从上周四开始跌掉50.29点 周五继续往下探 掉了123点02点 一直到本周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四通通直直落 暴跌不止 天天破百点 七点内跌掉了500点 国民们就怕台股 踩不了刹车 荷包大失险 这美国的二次经济的衰退 很多美国的专家 已经高度的优先评估 是大概50%的这种几率 然后如果再从 全世界的最大的一个市场 无论是在它的就位率 无论是在它的生产 无论是在它的消费者信心 无论是在它的房市 都是全面性的在滑落之中 那么当然也冲击到全球各国 尤其是我们在台湾 目前的这种状况 所以2012 那么限于一个二次衰退的 是有高度的可能 在这种可能之下 马上民众来想想看 现在只有台湾就这三组 一个马英九先生 一个是蔡英文女士 一个是宋楚瑜先生 那么马英九先生跟宋楚瑜 这个先生两个是 几乎是同样的一批的 这个支持者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那么蔡英文女士 不管她有没有任何的政策 她有40%以上的这种支持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谁能够让这个2012 大家日子好过一点点 我必须很坦白的说 我认为现在我们寄望这三个人 可是我认为大部分投资人 会寄望柏南克 他们比较在乎柏南克 做什么说什么吧 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会在乎 现在台湾总统会是谁 我这是讲很老实的话 因为大罗神仙他没有办法解决 台湾外貌高度依赖的这个事实 所以但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把灾害程度降低而已 这里面包括了 你股市不能够妄动 所谓妄动是 你真的没有办法 就你不能去强拉他 当初陈水扁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在不该强拉的时候 去强拉他 结果受伤更重 所以你能够做的事情 是减少他的灾害 尽量减少妄动 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柏南起绝对是比这三个人 都要有重量多了 可是这个柏南科 他那是在美国 真正冲击的是在台湾 台湾到最后 如果我们的四月率 在年底到明年初 开始这个增加 如果民众的这个收入 开始这个相对的在稳 冷冻住或者是降低 如果我们的整个的外销 跟目前已经在这个第三 第四季看起来又稍微淡了一点 那么这种情形 民众一说 那是要换还是不换 那么政党轮替 这时候全会叫出来 宋主席先生说 这个时候说 我能够做得比你好 所以我们要把问题说清楚 这一次的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是来自国际性的 像这一次股价 延续两天跌了500点 它是因为整个欧美的股市下跌 外资的卖超 再加上台湾的因素 国内的因素 是因为台硕的公安事件 大火造成的停工的震撼 所以才造成整个股价的下跌 但是我还是认为台湾的股市 它的支撑也是存在的 你过了几天之后 我认为股市会逐渐的稳下来 会反弹的 那么基本上 面对经济的危机 我们是有充分的经验 可以去稳定整个市场 我也不认为这个经济的危机 会对台湾产生太大的冲击 当然前提是 没有出现像雷曼兄弟一样的 那一种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我认为经历是稳得住的 我觉得比较 现实上值得重视的是 即将来临的台风季节 在天灾的情况之下 要避免再出现 过去所出现的 八八水灾那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已经有所谓的防灾救灾属 已经有所谓恒常性的救灾属 到时候就看着一番养电眼 所以说 现在的执政者 要更加的戒胜恐惧 现在的重点 民众已经长期几乎对马英九 执政在过去这两三年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觉得是无感 这个观念几乎是根层蒂固 不管你说 是不是真的有拿数字出来 可是无感 无感到过苦日子 如果再来一个二次衰退 这不就是马上行 我强调一件事情 曾经有亚洲金融风暴 可是台湾过了 那时候为什么 因为台湾在很多地方体质不错 台湾在现在的经济的体质 包括ECPA签了以后 整体的经济体质好不好 这是一件事情 如果他有这个经济体质 其实最近有很多传产 包括跟大陆相关的一些企业 它是没有问题的 从台湾的经济体来讲 第二个 我觉得不要再担心什么八八水 如果现在还在担心八八水 马上行就不要选了 对不对 我认为说要看的是 马上行就这个团队 现在有没有信心 像风行讲的 遇到那个事情 他能够停下去 而且能够有前瞻性 那我认为有在做 那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讨论 宋先生要不要选 其实如果今天不是这个单一选区的话 我们都不用谈了 为什么 你建议了半天 像风行讲的 建议了半天 我可以不听啊 对不对 你的效能 效能差不了多少 就算差一点好了 立委选举单一选区 这切割出来的板块 可以让国民党不当选 让民进党的当选 这是国民党要头痛了 然后在我们现在的制度 假如说国民党不过半立委的话 可能相对联盟要阻隔 这是造成我们讨论的主要原因 今天就是说 你要不要抓到重点 然后回归基本面去想说 到底怎么样做 现在很 对台湾最好 现在你说什么东西对台湾最好 2012执政是交给蔡英文执政 面对着可能的一些 二次全球的这种衰退 是他能够做得更好 还是马英九 可是马英九现在有一个变数 如果宋主席先生是这个参选的话 这很可能就回归到蔡英文主席 马上回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谈到未来 这个台湾可能面临的一些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天灾 可能大概就是在11月以前 可是二次的全球的这种衰退 是引燃而生 那么到了2012这个关键 蔡英文 首先蔡英文 如果马英九 这个是目前的这个现实政的这个团队 那么蔡英文主席挑战 他是40%以上 宋主席先生只要参选 不管是在这个区域或者是总统 必然是在所谓的大泛兰的这个阵营里面 是全面烽火 在这种情况之下 蔡英文主席有高度的几率来胜出 蔡英文主席一旦胜出的话 能不能面对 2012的这些二次的一个可能的金融风暴 蔡英文如果说让他当选的话 那真的是台湾的灾难 刚才我们讲到 有经济的危机有天灾 纷纷到台湾来 已经使台湾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蔡英文再来 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就出现了 蔡英文上来之后 两岸关系怎么处理呢 两岸关系已经变成 稳定台湾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了 你今天如果蔡英文上来 让这个基础成为不确定的因素 你觉得将来台湾的灾难不是更严重吗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我觉得今天谈国庆合作 今天谈马宋之间的合作 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绝对不能让民进党于庸得利嘛 为了台湾的好 为了使台湾的不确定因素能够下降 能够降低 为了不要使台湾面临灾难 为了使台湾人民的幸福 你不可能让蔡英文这样的一个名样的女人 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政策空洞模糊的一个这样的人 去担任台湾的舵手啊 现在任何一个这个政党都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 可是就目前来看 马英九他的这个三年的这种执政 跟蔡英文主席在未来有高度 可能是这所有一切就是因为宋楚瑜先生 你刚讲的原本很多的这个说 是不是可以面对这个整个的一个经济二次这个风暴 可是一旦坏人他所有的这个状况全部都改变了 这就是问题啊 也许不少人 我不管大家对宋楚瑜先生意见怎么样啊 不管大家对他说是不是以前的神话 但是你必须承认说至少在台湾有一定比例的人 假设6%就好了 就像当初我讲台联一样 不管你喜不喜欢就有6到8% 因为只要民进党往中间走 独派的6%就出来了 现在是因为马英九的执政让有些人失望 还有他一些做事让有些人不满意 所以又切割出来大概6到8%的选招出来了 宋楚瑜先生刚好在笑人这一块 在以前人家对他感觉这块切割出来这一块 那这一块要怎么样来用 对台湾未来的发展更好 那个朱毅我跟他老朋友了 他说如果说是这个蔡英文来执政的话会乱 可能绿营的人不认为 他觉得如果因为这样蔡英文来执政会好啊 对不对不一定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原来在原来的泛男的支持者 这6到8%大部分都是泛男的 在泛男支持者里面 如果要把这6到8%去应用 应用到说让绿营执政 那对泛男这些支持者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还有你的高度 你的高度是什么 你要去思考 曾经先生可以回应了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清明党不会去扮演那种伤害国家未来发展 伤害人民利益 伤害族群利益 伤害两岸和平的事情 清明党不干这种事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刚我们谈的问题 其实马英九总统大可以把宋楚瑜先生的效率 跟会做事的这个优点来当做他的资本 但是很可惜 现在好像变成他的负债 你可以当做资本的 你现在不能当做负债 这个最不在宋楚瑜 最不在清明党 但我们也不认为说 马总统就真正不能改 不要紧张 还有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的时间是马英九 是不是能够力图振作 力挽狂澜 为了国家生存发展 为了台湾不要被下一任的总统 带到不可测的危险的未来 你还有振作的机会 宋楚瑜可以充当你的资产 但有一天 如果你真的掉到那么低 如果宋楚瑜非出来担当不可 那当然就变成你的负债 这个负债也许会转化成为 人民寄托的一个再生的力量 老实说 此时此刻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协助马英九总统 能够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 跟变局 包括天灾 包括 刚才郑正先生说 当然不希望看到了 让一个整个的状况 会导致于一个不可预测的 一个恶劣的情形 可是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如此 如果全面参选 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 这种历史故事都得很 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要讲 民进党主政了八年 就是喊了八年的拼经济 拼了八年 大家讲一句话 拼人家的经济 拼人家的经济 这八年来的经济 政策不行 人才没有 能力不行 这是过去我们已经经历到的 四年来 对于整个的马政府 我们也不满意 我想我们在座诸位 可能不满意的 比满意的还来得高 但是再怎么不满意 至少我还看到有明天 这一部火车 真的在轨道上跑 这会不会 跑这么慢 气死了 比较快的 但是最起码 你发现它的方向是稳定的 我可以预设明年 我可以预设后年 我可以预设未来的三年四年 台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但是换了另外一部车呢 很抱歉 不晓得跑到哪里去 所以刚刚 我们郑振雄讲了 他说亲民党绝对不会去干这 点点的事情 谢谢 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除了总统还有立委 总统马英九选上了 上次我就说过了 立委假如是民进党过半 为什么会过半 因为你是在关键前期提人去拉人 这个时候民党过半 命述得到总统五 他是一个很遵守一切的法将 依法行政 立法案今天给他通过一个议案 明天给他通过一个法案 后天给他通过了什么 干不干行不行 是的 那一部火车本来可以稳稳的往一个方向走 现在变成天天要踩煞车 踩了一会想的大半天 要不要再换另外一个轨道 这个是我们要的吗 我们不愿意看到奔车凶手 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一步 走走停停不能走的车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真的 亲民党三思而行 行一个大家要的一个稳健而有明天的路线 稍后回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可以针对这样的这个话题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